热烈王一博新剧票房破一十亿都难,被张艺兴的估致一注吊打。 近年来,中国体育电影的类型片市场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, 即便是有像王一博这样的流量明星加盟,也难以挽救其票房表现。 最近上映的电影热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。 尽管该片由王一博主演,然而票房表现却未能达到预期, 引发了对王一博影响力的质疑,甚至有人认为他难以拯救中国体育电影。 不可否认的是,在电影热烈中,王一博的表现并未如预期般出色。 但这并不应成为他受责备的理由。 毕竟,他只是其中一名演员,而一部电影的成功需要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。 电影制作过程中,剧本、导演、演员等众多因素将影响作品的质量和票房表现。 因此,将所有责任归咎于王一博个人是不公平的。 此外,不能单凭一个演员的流量和影响力将他与某一类型的电影化等号。 王一博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,他在影视、音乐、综艺等多个领域都有出色表现。 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拯救中国体育电影。 不同类型的电影拥有各自的市场规律和受众群体,这些因素与一名演员的影响力并无必然联系。 最后,文化差异和观众口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。 不同类型的电影在不同人群中的受欢迎程度不同。 王一博的粉丝可能更倾向于他在偶像剧或古装剧中的表演,对体育电影等类型作品可能兴趣有限。 因此,即使有像王一博这样的流量明星参与,也难以确保电影票房表现。 王一博并非中国体育电影的救世主,他也不应因自己主演的电影票房不佳而受指责。 不同类型的电影有各自的市场规律和受众群体,这些与演员的影响力并无直接关系。 同时,文化差异和观众口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。 未来,我们期待在中国电影市场看到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品涌现,为观众带来更多选择和惊喜。 即使有王一博这样的流量明星主演,电影炙手可热的票房表现依然不尽如人意,很难突破10亿。 这或许反映出体育题材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相对较低,以及制作质量、宣传等方面的问题。 这也提醒我们,在制作体育电影时,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观众需求,同时注重创新和品质。 同时,还提到了张一星的电影《一个平凡的赌注》。 相比之下,这部电影在某些方面似乎胜过热门。 这可能意味着不同类型的电影在市场上的表现有所不同。 或许一个普通的赌注在题材、故事、制作等方面都找到了更契合的地方,吸引了更多观众。 此外,题目中提到吊打一词,暗示了两部电影在票房方面的差距。 然而,我们也应该明白,票房并不是评价电影价值的唯一标准。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式,还包含着更多的内涵和价值。 虽然一部电影的票房可能受市场、宣传等因素影响,但作为观众和从业者,我们也应该更加关注电影的创意、表现力以及对社会和人类情感的触动。 这个题目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电影市场、观众偏好、创作创新等方面的机会。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,电影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探索,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,创作更有深度和影响力的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